到底勇士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,能够让职业生涯已经混迹7个球队,离开勇士队4个赛季的麦基,到如今还念念不忘,当勇士拿下西部冠军时,观众席出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,他戴着一顶帽子,可能是不想被太多镜头拍到。 麦基曾在一档节目中谈到,能去勇士队就是老天队自己的恩宠。 如今麦基离开勇士队已经5年了,本赛季在太阳队打球的麦基,依然会来到勇士队的家中为勇士队加油,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勇士队,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职业生涯,那段生涯在麦基看来是最好的。 麦基在勇士队效力了两个赛季,在这两个赛季中,他还和勇士队一起赢得了两枚总冠军戒指,勇士队给了麦基一个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,他没有暴露出他在防守端的缺点,相反, 他的身体天赋在勇士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,甚至在决赛中,他对詹果斯的每一次防守都令人印象深刻,麦基在勇士队得到了主教练和球员的绝对尊重,所有球员都会和库里相处得非常舒适,没有压力,更重要的是,他在勇士队感到快乐,麦基没有走远,他依然站在那里注视着勇士队再次登顶奥布莱恩杯。